老公,不好了,我快不行了,你赶快来医院吧,要是来晚了,就再也见不到我了 老婆,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你怎么去医院了,你可不要吓我 今天我在回家的路上晕倒在地,幸好有好心人把我送我到医院,经过医院的检查,我身体里面有肿瘤 老公,我真的好害怕,医生建议我住院做手术,你赶紧准备20万来医院,把手术费交了吧 老婆,你先不要害怕,我现在马上就赶去医院 半小时后,老公急忙地来到医院 老公,你赶紧去交钱吧,医生说情况比较紧急 老婆,你不要哭了,别害怕,还有我在呢 老公,我都害怕死了,你可一定要救我,你赶紧去把手术费交了,不然就来不及了 是啊女婿,你还在磨迹什么呢,现在可是人命关天的事情,你赶紧交钱吧 妈,其实你催我也没用,小米,现在家里没有钱,我的工资每个月只够还房贷,车贷,还有我们溢价的日常生活开支,所以我只能拿你的工资卡来了,应该够手术费吧 老公,你这是什么意思,没有我的允许,你拿我工资卡干什么,你是不是想挨揍啊,拿你的工资卡来交手术费就行了,别动我的卡 老婆,不管怎么说我们都是夫妻,怎么就不能拿你的呢,虽然我工资有九千块钱,但是每月房贷四千块,车贷两千剩下就是生活开销及孩子学费 我们已经结婚七年了,你的工资一万块,也没有给家里花过一分钱,按照这样算,你应该每月可以存五千块,这七年存下来应该有五十万了 那你告诉我,你的钱都去哪里了,否则的话,你只能在医院自生自灭了 老公,难道你连我都不相信吗,我的卡真的只有几百块钱了,只能靠你交费了,这种时候我不会跟你开玩笑的,更何况是拿我自己的生命在开玩笑 我说女婿啊,你怎么像个女人一样叽叽歪歪个不停呢,我们手里都没有钱,你赶紧去把手术费交了 是啊姐夫,我们现在都很穷,我姐嫁给你了,你可要对她负责任,要不然看我怎么收拾你 女婿,别的话我就不多说了,但是如果我女儿有什么三长两短的,我打断你的狗腿 你们现在就开始甩锅了,我现在手里没钱你们不知道吗,家里所有开销和房贷车贷都是我一个人在还 我倒想问小米,你的工资那么高,都花到哪里去了,这七年我可是一分钱都没看到 老公,事到如今,我就告诉你实话吧,我的钱主要给我弟弟了,因为他要还房贷车贷,每月六千块养孩子 日常开销每月三千块,给我爸妈每月一千块,所以我每次钱不够花,就得找你拿啊 好你个刘小米,你真是太过分了,家里开销和房贷及孩子学费都是我一个人承担 我一直以为你的工资就全部存起来了,我真是没想到 你竟然把钱全都给你那个好吃懒做的弟弟和爸妈,刘小米,你简直就是个伏地魔 老公,你才是这个家的一家之主,所以你就应该承担家庭所有开支 现在我生病了,你更应该帮我把病治好,而不是眼睁睁看着我死掉啊 还有,就是我的工资虽然都给我娘家人用了,但是他们又不是外人 我父母把我养大,我也要报答养育之恩的,这个世上除父母以外,我弟弟就是我最亲的人 我作为姐姐,更应该对弟弟帮衬着,难道这也是有错吗 是啊是啊,我姐说的对,我们都是一家人,我的事就是我姐的事,姐夫啊,你也要帮我 女婿,我把我女儿辛苦养这么大,每个月补贴我们一两千块钱也不过分吧 这是她给我们尽孝 你们一家就是一群吸血鬼,永远都不懂满足,其实报答父母养育之恩我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帮小舅子还房贷和车贷就更不应该了 还有,小舅子结婚的时候,你还偷偷背着我给他二十万 你别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 更可恶的是,当初我们结婚时候那些所有礼金二十万 你妈就是扣着不给我,最后还直接转手给你弟弟做生意了 刘晓敏,我问你,你把我们家当摇钱树吗 想要多少有多少,但是恐怕要让你失望了 现在我们也是山穷水尽了,你都不为我们这个小家着想 我没钱给你治病 老公,我就这一个弟弟,我们只能帮衬他 他的情况你也是知道的 好不容易有个女孩愿意嫁给他 我爸妈拿出所有积蓄,给我弟首付一套房和一辆车 剩下的贷款就只能由我这个当姐姐的来承担 我弟没有稳定的工作,只能给人家打砸 一个月工资也就三千块钱,都不够他花的 别说养家糊口还要还房贷车贷了 我父母也没有什么收入,所以只能由我来帮我弟还了 这也是我爸妈的心愿 刘晓敏,你就是个十足的伏地膜姐姐 你弟好吃懒做,整天在外面吃喝玩乐 都是被你们灌出来的,你们就这样灌着他 我真是没见过你这样的伏地膜 对我们自己的小家不管不顾 所有的钱都拿去给你弟弟 我告诉你吧,如果你的肿瘤是恶性的 那没钱交费只能放弃治疗了 老公,我知道你一定有办法的 求求你救救我吧 对于帮我弟弟这个事,是我爸妈不让我告诉你的 因为怕你知道了不同意 我也是没有办法,才瞒着你的 你没有办法,难道我就有办法吗 我看你这么偏心你弟弟 那让你弟弟救你吧,反正我是没办法 老公,我弟弟更没有办法了 他现在连房贷都没钱还了 家里老婆孩子都有可能饿肚子了 再这样下去,估计他们就要离婚了 老公,要不你回去跟你爸妈借点钱吧 先把这个难关过去再说 是啊姐夫,你就回去借点钱来救我姐吧 我姐可不能出事 如果我姐有个三长两短 那我的房贷车贷就没人帮我还了 你可以一定要救救我姐 女婿啊,这个时候你可不能见死不救吧 她已经嫁给你了 她可是你老婆了,我们可不管她 我看你们就是想赖上我 我今天就告诉你们 无论如何我是不会救她的 小米,你不是和你弟弟姐弟情深吗 你对你弟弟这么好 现在是该让你这个弟弟拿钱暴打你了 或者你让你弟弟把房子给卖了不就有钱治病了吗 老公,你说什么呢 我弟弟都怀三胎了 他们现在都自身难保了 哪里有钱给我治病 加上我父母一把年纪没有收入 根本没有钱给我看病 女婿,你能不能别再磨叽了 我女儿都快没命了 你赶紧回去找你爸妈借钱吧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交钱 其他的事情以后再说吧 老婆,你看看你娘家人 他们就是你省吃俭用也要帮助的人 现在你生病了 在这个人命关天的时刻 他们每一个人都不肯站出来帮你 现在考验他们的时候到了 要不叫你亲弟弟把房子卖了给你治病吧 姐夫,你真是太狠心了 竟然让我卖房子 我家有两个孩子 还有个在肚子里 你让我卖掉房子,我们一家五口睡大街嘛 大姐,你弟媳说 孩子哭了 叫我回去照顾孩子呢 看病的钱,让姐夫帮你想办法吧 小米,我和你爸约了隔壁王奶奶打麻将呢 我们就先回去了 这里有女婿在就行了 好的爸妈 你们和我弟弟有事就先回去吧 我老公在这里 钱他一定会去借的 你们放心吧 老婆,事情都到这个地步了 你的命都快没了 你还在护着你弟弟,把全部压力都给我 但是这次你恐怕要失望了 我恐怕真的就不了你了 老公,我求求你了 你就看在我们夫妻一场的份上救救我吧 只要你帮我把手术费交了 以后不管什么,我都听你的 我的工资卡都交给你保管 我再也不管我弟弟了 刘小敏 你现在说这些已经晚了 不要等到错过才懂得珍惜 等你家人都抛弃你之后 才想起我这个老公的好 我明确地告诉你,我现在没有钱 我拒绝签字,放弃治疗 老公,不要这样对我好吗 我求求你了 你就看在我给你生一个儿子的份上 回去找你爸妈借钱救我吧 我向你保证 我以后再也不顾娘家了 说什么都晚了 你这福地摩老婆把我害得这么苦 现在竟然还要我借钱救你 我走了,你自生自灭吧 小凡站在医院门口想了想 还是有点不忍心 最终还是给小敏 交了十万块钱手术费 好在肿瘤是良性的 不久小敏出院后 两人就去办理了离婚 最后小敏单身一辈子 你们满意这个结局吗